哈喽大家好,我是端吐儿 大众上中了录音棚音乐体验套餐 感谢大众让我有更多类型的视频素材 三种可选,声乐,钢琴,吉他 完全不会乐器的我还是默默地选择了声乐 一直觉得自己唱歌还不算无音不全,甚至有点好听 可说到声乐学习却是从来没有过 怀着紧张好奇又激动的心情 上课的时候呢,首先老师让唱一段 然后会说出其中的问题发生的方式 这都不是重点啊,重点是 老师一亮嗓的示范就震了,真的是震了 专业的和不专业的区别一下子就分开了 声声入耳,清晰明亮有感情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人生所带来的魅力 如果看过中国好声音和完美声音的话 或许会对其中的一位老师不陌生 除了专业的声乐课程,老师的参赛经历也是引人的点 如果想要报名各种比赛的小伙伴 相信老师会有很多的经验可以承受 他们也会不定期地举办各种活动 那天去的时候呢,就有参加比赛的前来练声 这里面啊,或许就有明日之星也是未可知 而录音旁因为自己的时间的原因没体验到 稍稍的遗憾了些 话说听歌听音乐基本上是我每天都会做的事情 通过音乐,通过有力量,有感情的人生 体会不同的情感,不同的领悟 节压放松,同时也是我灵感的来源 每次写文案的时候 不同的音乐基调就会写出不同感情的文字 很难在没有音乐的情况下写出打动自己的东西 而唱歌呢,通过不同的歌曲可以放松地外化心理所想 说不出的话通过歌声不外漏地传达 歌词答意,声声动人,想来也是不错的表白方式 晚些时候呢,去了比赛现场 因为上过了课再去听,除了好听 也会去注意老师说过的重点 真的是不一样 如果等我没那么紧张害羞的话 还真是想好好学学 这支短腿感谢您的观看 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投个币,加个关注 以及常回来看看 那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